行政院改版了 轄下机关改组的修正草案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帮大家讲一下 现在有六个部会要进行改组 其中比较大项的跟动 帮各位整理出来 环境保护署 未来会叫做环境部 原子能委员会 会更名叫做核能安全委员会 这个部分将会是一个独立机关 至于交通部的观光局 也会升格变成观光署 这个旗下要负责的 分别是观光立国 还有观光主流化 至于内政部的营建署 则是负责国家管理署 还有国家公园署 至于来看到原本的中央气象局 则是会升格变成中央气象署 当然其实这些跟动 还必须要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 因此现在在这个朝野 立法院的党团 他们的态度又是如何 国民党团总召曾明宗 他认为说 这回行政院的组织调整 配合能源政策 还有商业发展 像是环保署升格为部 经济部的商业司升格为署 原则大方向 国民党这个部分是支持的 但是希望不要有太多的意识形态 还有政治考量 能够落实尊重专业 好 这位民众党团总召 邱成远他认为说 行政院其实族改延宕了很久 期间还历经了科技部改制两次等等 现在认为行政院应该盘点相关的配套措施 并且充分和朝野各党团 还有产业界来做沟通 未来民众党在审查的时候会严审做把关 但是民进党团这个部分倒是认为 其实在他们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 例如水利鼠要在经济部或者是环境部 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确定在本会期 其实已经来不及处理了 会先来做内部的整合 等到下个会期再做处理 不过这回行政院的族改拍板之后 现在大家都说 已经要爆发所谓的抢人大战了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我们以环境部来看 现在如果成立之后 除了原本的三个鼠之外 现行的毒物及化学物质局 会改名叫做化学物质管理所 管理署 现行的环境检验所 还有环训所整并为国家环境研究院 当然在升格环境部之后 确定的是会有三名的次长 而且会多出一名十四职等的次长 还有四名十三职等的署长缺 因此现在大家都在说 包含了抢位 抢人 抢地 是不是都要超前部数了呢 好 当然现在很多的问题 恐怕还要大家来好好关注一下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民进党立委蔡奇昌 在得到了党内征召提名之后 首度和卢秀燕同台了 这个场合是在立法院长游锡坤 到了台中市政府商讨讨论 未来立法院签职的场合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 游锡坤在公布行程之后的两个小时 蔡奇昌她才公布说 自己也要一同前往 因此蓝营议员就很好奇 是不是在刻意创造同台的话题 希望能够蹭声亮呢 原本立法院长游锡坤 只是为了立院签职的议题 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 却意外促成在民进党 征召蔡奇昌之后 首度和卢秀燕同台的场面 两人一前一后到场 分别坐在游锡坤两边 在镜头前没有任何互动 讨论的都是立院签职的话题 却在事前行程公布上 充满浓浓的选举味 早在前一天下午6点24分 游锡坤幕僚公布 拜会卢秀燕的行程 但在两个小时后 晚上8点14分 蔡奇昌助理才发布 彩通宣布将一同前往 难免让人觉得 有刻意要创造话题的用意 蔡部院长宣布要参选 台中市长之后 也知道这个行程 所以说他也想要来参与这个讨论 那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来补一点板面 还蹭点声量 那我们呼吁 这个蔡副院长 各位副院长 这样的事情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下一次也可以自己 约行程 是不是刻意同台 蹭声量没人敢说 但是罗志强宣布 辞去台北市议员参选 桃园市长 还不忘点名 代职参选的蔡奇昌 这话题就跟他有关了 我没有什么特别意见 我尊重 我讲过了 每一个人要不要带 只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战策略 跟选战思考 我都予以尊重 林佳龙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也最后决定了辞职 来告诉所有的选民 他要来选台中市市长 蔡奇商 你呢 我想这是你必须面对的一个议题 尤其代职参选 最长最先 也都是民进党所喊 也希望民进党不要 绿能你不能 联名其他人也要辞职 但换到自己时 蔡奇昌始终左闪右闪不正面回应 对比罗志强霸气辞职参选 也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有双标 这尔思源代聚台中采访报道 水神抗菌液呢 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 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 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号 可以有折扣哦